日本传出有至少13人通报 疑似使用小灵质药旗下 含有红麴成分的保健食品之后 身体不适有引发肾脏疾病的疑虑 昨天财政部国库署则公布 日本保酒造公司制造的一款酒类商品 300毫升跟750毫升 也使用到了小灵质药公告回收的红麴原料 作为着色剂宣布回收产品 我国有两家进口商 在今年1月进口了这款酒 目前业者已经自主下架回收 也呼吁国人切勿饮用 另外国内有多家升级公司 也受到日本红麴风波的影响 业者也都先采取预防性下架 透明瓶装粉色气泡酒让人少女心大开 但这款期间限定酒却爆发实案疑虑 财政部国库署24号发出新闻稿 请国人停止饮用 因为日本保酒造公司贩售的松竹煤白币层 0ml Premium Rose 300毫升 及750毫升的酒品 使用了小林制药公告回收的红麴颜料 作为灼色剂 日本已经有消费者出现肾脏疾病 财政部透露 今年我国曾有两家业者进口该酒品 以请业者办理市面回收 再次呼吁消费者切勿饮用 而根据财政部的搜寻记录 以及进口代理商官网 这款酒贩售通路包含超商特定门市 日本连锁便利店 以及卖酒网站通路多元 而进口代理商以公告下架回收讯息 表示基于预防问题发生 针对销售通路及消费者发表自主回收公告 消费者也能办理退货 财政部统计含有问题 红麴的进口酒 国内进口大约800多公升 难保消费者早已喝下肚 目前地方卫生局正在清点回收数量 而受到日本红麴风波影响的 还有生计业者 大一生计发声明表示 生产的部分红麴胶囊 已在第一时间预防性下架 另外三核心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也发出公告 呼吁客户部分产品先停止销售 红麴胶料请尽速收回 误再使用 大言声音也表示 第一时间预防性自主将纳豆红麴Q10产品下架 与暂停出货 必须厂商做一个自我检测 不合格者就应该立刻下架 食药署必须马上立刻启动这个检验机制 日本红麴爆发食安危机 国内相关产品虽然尚未明确验出疑虑 但业者自主预防性下架 避免可能的风波再扩大 记者 翔鱼 叶玲帆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